第五千二百一十九集 这是一片藏满了生灵的地狱 无数的碎骨散落尘埃之中 被黄土埋去了半截 崎岖不平的路上 多是黑色不见底的深渊 死气席卷 看来运气还真够好 直接被传送到了此狱中 我们要寻的位置 这难道就是世神地狱 太神环顾四周 血色的夕阳似乎被定格一般 永远以那个姿态助力 显得漫天黄沙更为落寞与孤寂 数不清的海骨堆积的高山足有百丈 踏一步都是能踩碎不少的枯骨 其间还有不少白骨在散发光泽 那是绝世强者的骨 即便是陨落无数载仍有灵 那是无量镜的生灵 奇怪 那两个小家伙 与我的位置出现了偏差 不应该啊 不论眼前光景多么诡异 但更令人担心的是 叶辰与朱渊 竟然没有跟自己传送到同一个位置 叶辰 朱渊 太神以神魂之力为引 大喝一声 奇迹能得到的响应 这一吼的确让苍穹悸动 但却没有丝毫的回应 与此同时 一处不知名的空间之中 叶辰与朱渊悠悠转醒 眼前的景象却是另一幅天地 叶辰醒来看了一眼身旁的朱渊 青山已经变染血红 好在胸膛微微起伏 说明事无大碍 他不再犹豫 施展八卦天丹术和天仙锦礼钞 一道璀璨光芒 包裹朱渊的身体 可就在这时 叶辰仿佛听到了什么 这里怎么会有诵经的声音 这是叶辰的第一反应 难道这里不是世神地狱 不远处 盘坐着一位早已经陨落的和尚遗骸 干枯的血肉呈现古铜之色 肌肤下脉络清晰 正是他在诵经吗 在他的身后 无数的生灵枯骨匍匐在地 有九头的狮子 还有血色凤凰等 皆像是在聆听圣音一般 可惜都早已经失去了生机 此人生前和真理佛祖相比 都完全不输 公子 朱渊不知什么时候 也是被耳边的经文声所唤醒 他踉呛着脚步 在野尘身后站顶 同样也是瞧见了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 这 两人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 万寿的哭骨在此聆听圣音 那和尚早已经陨落无数载 根本无任何声息 可营绕在两人耳边的经文声 又是从何而来呢 或许是叶尘和朱渊身上 涌动着强烈的生机 那些枯骨动了 九头狮子率先发难 一个纵身向叶尘扑来 叶尘手持轮回天剑 一剑刺出 轮回的剑意附带着毁灭意志 恐怖的绞杀之力 瞬间席卷了九头狮的残骸 九头狮失去了血肉的骨骼 竟直被剑意搅散 乱作一团崩碎开来 就在朱渊眉眼一喜之际 叶尘却是发现了异常 那附着黑色火焰的根根晶莹白骨 竟是没有半分融化的迹象 不对 散乱的枯骨 没有一根折断 晶莹的灰光 还有力量残存 这畜生还有战斗本能 就在叶尘惊叹之际 那原本散乱成一团骨架 又是根根倒立 废物盘旋 竟是重新凝聚了起来 九头狮像是打不死的小强 一次次向着叶尘冲杀而来 对于一旁的朱渊 却是熟视无睹 轮回灭天斩 一道无形的剑芒 肆虐咆哮 再次将九头狮拆得七零八落 除此之外没有燃后 可恶 我的剑道对这死物无用 就算杀心无痕恐怕也一样 铁王座给我铁化了 叶尘左手一掌拍出 体内铁王座气息爆发出来 掌心炸起一股黑潮般的气浪 哼的一声 狠狠轰击在 再次恢复的九头狮身躯上 九头狮捆身骨骼爆裂 而后整具身躯都被铁化 眨眼间 刚刚还霸道的九头狮 在叶尘铁王座的气息侵蚀下 就变成了一具冰冷的钢铁雕像 彻底失去了生机 叶尘手一挥 那钢铁雕像就爆裂而开 化作满地的碎屑 可是一吸之后 那九头狮再次恢复 铁王座竟然也没有用 叶尘神色凝重 一边抵挡 一边在思量破局之法 朱元想要帮叶尘一把 挡在九头狮的跟前 却是被庞大的身躯 一个甩尾抽了出去 正正砸到那 盘膝而坐的干尸和尚 宋经生戛然而止 紧随其后的 便是身后浮浮的万寿海骨 蠢蠢欲动的声音 连那凤凰都是要展翅悲鸣 糟糕 朱元暗叹一声不妙 竟只以肉身挡在叶尘身前 打算与万寿军团搏杀 可那凤凰周身 更是骨刺涌动 遍布杀鸡 公子 接下去该怎么办 朱元焦急地喊道 这群早已该是 彻底殒灭的生灵 为何会在此聆听圣音 而为何又会引起如此异动 无奈朱元如何使出手段 砸碎无数的白骨 更有甚的 则是前赴后继再次涌来 他们对朱元置若榜门 向着夜晨起起杀剧 仿佛夜晨身上有什么在吸引着他们 白骨漫天飞舞 即便是碎裂 残片 仍是剑射激荡而出 古语划破残阳 为首的凤凰 与九头狮 更是凶残无比 无惧轮回 难道 是那和尚 朱元眼见 治标不治本 不远处的夜晨 已经被古海淹没 彻底不见了身影 但通过气息来判断 并无大碍 老秃驴 死了还不安生 在这诵经给畜生听 朱元眼神一横 清灵剑静直 向着和尚干瘦的尸身斩聚 一声脆响 却是被弹开来 连那锋利的剑刃 都是有了几分缺口 好霸道的肉身 朱元喃喃自语 百足之虫 死而不将 我倒要看看 一个死人 能有多大的能难 朱元右手腹骨 闪烁着光芒 恐怖的力量在叙事 朱元周身的空间 都在隐隐扭曲 这一拳 有开天之势 天地拳 势力的拳芒哄出 冻碎了无数 近前的白骨 连那坚毅的骨刺 都是被生生 泯成粉末 净直遮拢了 和尚的尸骨 宋经省瞬间 戛刃而止 万来俱进 夜晨看准时期 施展盗灵之火 眼下建议和铁王座无用 恐怕只有火焰有效 盗灵之火 严玄二化身 血色火黄 冲天而起 根根神语 暴射而出 燃着不灭的鲜红色火焰 赤裂且明艳 震赤将那白骨锁住的凤凰 静止震散 灼热的高温 令得这堆 无声机的 哀哀骨群 都是不敢靠近 夜晨看了一眼 朱渊 急忙道 朱渊 快退 这些家伙冲我来的 分开跑 正在战斗的夜晨 听不见朱渊的任何反应 这一回眸之下才发现 朱渊不知何时 早已经消失了踪迹 人呢 夜晨环顾四周 这才注意到 不知何时 那宋经声已然消失 被盗灵之火 所逼退的九头狮和凤凰等 都停止了对自己的攻击 连那甘寿和尚的尸骨 都是一同不见了踪影 但周遭 却是不见大规模的战斗痕迹 夜晨感觉此地有些诡异 太神和朱渊都不见了 他只能来到老和尚先前 端坐的地方 仔细瞧看 不由得一惊 逆向传颂阵 原来 这尸骨乃是封印阵法的钥匙 老和尚尸身端坐于此 可保其不损 一旦尸骨一味 会打开逆向阵法的大门 朱渊那小子 一定是为了救我 对这老和尚的尸骨下手了 这才被传送到了 不知名的空间 震怒的夜晨一声立鹤 指尖施染梵天神功 斗字诀和镇字诀 古老的名文俘虏汇聚 夜晨想要追寻 却是不得其法 阵法已经完全消失不见 连任何痕迹都不曾留下 镇字诀也无用 该怎么办 夜晨喃喃道 若真是有什么线索 只能是那随着朱渊 以及阵法等 一起消失的诵经声 喂 你是什么人 就在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一名白发少女 不知何时出现在夜晨身后不远处 约莫十六七岁的模样 月牙般的眉毛 一条一条 像是被先前夜晨的战斗痕迹所引来 你是 夜晨望着白发少女 眼神戒备 这世神地狱之中无奇不有 仿佛埋葬轮回而生 难道又是来杀自己的 白发少女上下打量几番夜晨 自语道 原来你只有百家境 看来是我感应错了 百家境 夜晨闻言 面不改色 也不曾言及其他 更或者是多做解释 从白发少女的言辞之中 不难看出 这少女并不是所谓的 埋葬轮回的存在 也是舞者来到这世神地狱 此时的夜晨衣衫蓝绿 也未爆发出 百家境以外的舞蹈 难怪这白发少女 会对自己毫无防备之心 除了极度的自信外 也是料定夜晨 没有丝毫威胁 我叫雪姬 她只是轻描淡写地 留下了一句话 便是转身离去 算是应了夜晨 一开始的问话 望着雪姬的身影 消失在自己视线尽头 夜晨 这才亮亮呛呛 再次夺步 到朱元失踪的 逆向阵法前 您望着什么 对了 忘了问你了 你在这里做什么 突然耳朵 突然耳边再次响起 那个名为雪姬的少女的声音 夜晨陡然间回眸 却是见到不远处 静里的白衣少女 双眸震动 上下打亮着她 你都知道我的名字了 就不打算告诉我 你的名字 雪姬这次彻底放下了戒心 含笑问道 夜晨 你来此地做什么 寻我朋友 或许是因为轮回血脉 拥有吸引女性的原因 雪姬似乎对夜晨 有些许好感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也算是打发此地的孤寂 夜晨也知道雪姬来这里的原因 似乎是寻找她的师父 但并未细说许多 雪姬也知道了夜晨 此地的遭遇 请不吝点赞